我们再来看一把SC佣兵 那他的天赋不是带错啊 就这个避难所 医者愈合拉满了 不屈不挠点两点 这个事就 我来看看 我们待会看一下 这个事给我们新的理解嘛 然后队友这边还拿了个医生 医生也是避难所 避难所开会了 不会还有避难所吧 没了吧 这把穷者比较优秀 全部把那个天赋 点出来让我们看了 两个假妹 两个避难所 漂亮 好看 这把遇上的是邦邦 邦邦打这个阵容还真不好抓 这把的话邦邦抓医生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这边没找到这个医生 这医生在蹲 我邦邦最讨厌别人蹲了 看到了 飞轮双弹 一刀没中 闪现已经好了 这里第一波的一个刀是闪现开 闪现开的话 医生这边庄园老有 外加手里有飞轮 进了医院上二楼 简直不敢想象 这个医生 我觉得 估摸着还能玩好久 这边一个窗弹加速 这帮方连跟进去丢炸弹的机会都没有 离得好远 到里面 哎打针 哎打针 我有飞轮 再一个板弹 玩不下去了 这个医生有点难处理哦 主要前面的炸弹没炸中 这闪现是起的第一刀就有点烦了 呃 这只要飞轮躲炸弹 吃个实体刀 庄园老有再拉一波 其实三台机的总量是肯定够了 现在应该已经到三台了 飞轮躲掉 对我现在就吃你实体刀 哎我不吃你炸 还有冲弹 再绕一圈 大佬的医生就是不一样 没记错 这是现在的一个榜二人皇啊 吃刀吧 来吧 打我 庄园老有 再去走一波 这里的话 佣兵是翻了个护臂过来 小兄弟拿上护臂 这不能一波直接溜穿吧 关键那是个避难所佣兵 以后咱们观众当中其实有不少高分段的监管者 看到这个佣兵 他有可能没有大心脏 那是避难所啊 追着佣兵 抓他 别管外面了 管外面那是真没辙了 抓着佣兵还真可以啊 抓抓抓什么魔鬼天赋 抓抓抓什么魔鬼天赋 一身捡回自己的针 把状态打满 佣兵怎么哪里来的一瓶香水啊 不是你们玩的啥呀 全圆满状态 我只想往后看一看这个避难所佣兵能不能给他留下 这里棒棒炸弹都已经丢的有点歪了 这个确实对于棒棒来讲他现在主要是没有一个突破口 你说针对这个医生行不行呢 好像也行吧 针对这个医生行啊 医生也是双弹加飞轮嘛 针对医生医生没有大心脏的 那医生好像找不到了 遥控雷爆 有个医生 来了 哎 那现在找到医生换人吧 所以飞影家 飞影家这边有大心脏的呀 那边佣兵 拉拉队员的机子已经压好 佣兵这边在补一台 飞影家这边倒地 那好吧来 这个佣兵估计不会去救人 谁去救人呢 拉拉队员救人行吗 这优秘没有大心脏的 哎 这俩都没有大心脏 这俩都没大心脏 万一救人救不下来 不翻牌了吗 挂电压射 对对对对对 来嘛你们让拉拉队员来救 不让拉拉队员来救 这优秘去救 咔咔咔咔一炸 然后 好吧 拉拉队员救的话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拉拉队员身上有伤害 拉拉队员身上有伤害的话 啊 再打一刀再打一刀 佣兵!他没有大心脏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没有大心脏 炸他 炸他 没大心脏 好让你不带大心脏 真的是不知道 要知道你不带大心脏 老总打你了 但是这佣兵的自己我们看看 让我快不快 因为他是带了两点愈合 哇他自骑有点快啊 他这又比起来好快啊 医生给他摸 这瞬间满血了 两点坚强不驱 然后再加三点的愈合 门开了 这边拉拉队员倒地 应该不管了吧 走了走了走了 这把的话感觉打得跟表演赛一样 差点四跑了 好的 也是感谢大家们下次再来看这个避难所用变 拜拜